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五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或和 由正方加洛萨书院对反方保禄六世书院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为李晴仪 第一副辩为黎耀乐 第二副辩为林洛斯 杰辩为林洛晴 而反方主辩为苏雅童 第一副辩为曾润琪 第二副辩为邓熙文 而杰辩为郑心盈 而一位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辩论队陈庆泽先生 令南大学中文辩论队员徐永儿小姐 我自己是资深传媒人 和两间保良局学校的教练黄杰卫 第二副辩议女士 谢谢 请问双方的主辩对赛规有没有疑问 OK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 可以向镜头点头示意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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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 是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元宇宙的Cody最先出現是1992年的科幻小說,雪崩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複製現實世界的虛擬空間,每個人都有一個虛擬身份,然後本體現實世界的感覺和其他用戶進行交流 過去十年,元宇宙發展迅速,雖然至今仍未有完整開發的元宇宙,但它已經被廣泛應用互聯網、社交網絡,通通都是元宇宙的初形 值得留意的是,發展元宇宙不等於要取代現實世界,而是將這個虛擬世界變得先進和全面,和現實世界相符相淨,為人類提供多一個選擇 下兩邊就要看成功發展了的元宇宙可以怎樣造福人類,以及發展元宇宙的過程,怎樣令現實世界受惠 我方論點有二,第一,打破技術限制 元宇宙一方面具備現實世界的元素,例如人際交流、娛樂 同時又可以打破現實生活中的時間和空間限制,為人類創造更多可能 先是肢體限制,Big Mac Alley,元宇宙一邊有位叫Jeffery的用戶 因為身體的機能萎縮,而失去了活動能力,亦都沒有了本身份工 如果在現實世界當中,他的生命只會逐漸在一張床上面 但透過元宇宙,他可以自由活動,現在已經成為元宇宙一邊的名賞科老師 一次他都指出,元宇宙可以令人重新找分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再看時間地域限制,現實生活當中研發或者實驗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例如學習生物結構需要搜集帶領標本,測試工業產品需要帶領人力物力 透過元宇宙,學生可以透過虛擬實境接觸相關標本 工業產品亦都可以透過框真實景,模擬它在現實的應用 不單止減散成本,亦都大大方便了用戶 好像在疫情下,很多工廠的生產機器都沒有辦法安排技術人員到場維修 但如同台灣工業院機械科技中心組長羅莊梁指出 元宇宙帶帶改善了這個問題,因為技術人員可以透過擴真實景 即是AR技術來達到遠程提供建議 可見元宇宙打破世界時間地域限制,幫助殘疾人士 打破肢體的階梁,促進各行博業進步 難道反而是人類之禍嗎? 第二,促進現實科技進步 發展元宇宙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不斷研發新的技術 來配合元宇宙的要求 就算最終未能成功達成元宇宙的理念 這些為了元宇宙而研發的技術 同樣可以造福人類 例如在2021年,念書和強勞科技 公司為了研發元宇宙而推出的手腕式輸入法 這個技術是透過帶在相比的秘密 探測手腕的活動來打枝 這個技術大大方便了日常文書工作 尤其是肢體活動困難的人 又例如今年微軟和高通技術公司 為了元宇宙研發的AL壓鏡專用芯片 不單止為元宇宙用戶帶來更高質素的體驗 亦都令AL壓鏡變得更加輕巧 便利了現實生活中的儀器維修、網上購物 這些需要使用AL壓鏡的活動 總括而言,元宇宙可以令世界 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同時得益 為何不是人類之福呢?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請反方主編出來準備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說一聲準備好 請問聽不聽清楚? 清楚的 可以開始了 準備好 主席、評判、助助各位 由方主便指 元宇宙可以為人類帶來一些突破肢體限制 實驗工業和提供建議方面的福祉 請問實際上對多少人類帶來幾大好處 為何能夠稱作為整體人類的福祉呢? 而再者,由方所根的技術 單靠現有技術都能夠做到 譬如有方提到的突破肢體限制 要在元宇宙裏面進行實驗 提供一些建議都好 都可以透過現有的虛擬實景技術VR 和擴增實景技術AR 甚至是遙距通訊技術都能夠做到 而元宇宙即將上述技術結合而成的虛擬世界 從元宇宙Synker Robots Meta的Horizont Worlds 數位資產管理平台YLF的YLF Tower 等等符合元宇宙概念的程式 及虛擬空間可見 元宇宙有兩項關鍵特點 第一,為用戶建立數位身份 第二,提供共享社區的尋審式體驗 而在發展元宇宙之後 人類不單止於有方所言 在虛擬世界中感知事物 同時依然活在真實的物理世界之中 故我方將從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兩方面 審視發展元宇宙對整體人類的影響 我方論點有二 第一,虛擬法制混亂模糊,人類權益受損 從制定法律而言,Meta,微軟,Google等科技商業公司 創造了各個超國界的虛擬世界 而現實世界中的國家政府 無法直接監管元宇宙 亦難以定立跨國法例保障國際用戶 FIS總裁Martin就指出 因為對元宇宙的監管並不是全球性的 任何一個元宇宙的營運商 都可以無限期存在於監管框架之外 從元宇宙重犯罪行動而言 美國社會工作協會指出 由於元宇宙並沒有物理限制 用家較容易作出色情騷擾、傷人、殺人等的罪行 從手證及量刑而言 虛擬犯罪並沒有造成實際傷害 不等同於現實犯罪 因此難以界定罪行 正如北京市營科律師事務所所指 元宇宙中的調查取證和傷害界定與現實不一 不可以直接套用現實法律 結果衍生各種法制問題 例如Meta旗下元宇宙Horizont Venius中的一位女性用戶 帕特爾就遭遇虛擬非禮 雖然對她造成心理傷害 但就無法用法律制裁兇手 相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其他案件之中 例如上述提及的傷人和殺人罪 用戶權益不受保障 第二,資源運用不得其所缺乏可持續性 近年各大公司將企業重心、資金以及資源轉移 發展元宇宙 各大公司的最終發展目標就是建立一個 可沉浸體驗的虛擬共享社區 從而令人類將日常生活轉移至虛擬世界 在元宇宙上班、上學、社交等等 若要達到上述的境界 就必先要做到全民普及 建立大型虛擬社區 瑞典電信裝置製造商Eriksson 2030年十大消費者趨勢就指出 未來或將有大量消費者擁有AR眼鏡、VR眼鏡、觸角連體套裝、觸角手套等等的科技裝備 可見元宇宙的普及發展必然大量增加市場對相關設備的需求 然而地球資源有限 但是單單一組初階感測器已經需要大量的稀土、氧化鋁、穴等等的材料 其中越可以用來製造抗癌藥物、治療淋巴癌、白血病、骨癌、稀土能夠用作生產汽車系統 增強建築材料強盜 可見上述資源在現實世界中大可以帶來更大的效用 當世界發展重心進一步傾向元宇宙 付費大量資源建立虛擬社區 將會令資源不足問題雪上加霜、解開物理世界的可持續發展 對整體人類帶來禍患 最後想請問友方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 在一個虛擬社區交流生活的需要性究竟有多大呢?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4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辯亦會有1分鐘準備 然後有1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限時到達前15秒就會有1丁提示 而時間到就會有2丁提示 接著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向政方主辯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因為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而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請 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 管理資訊公司麥肯錫公司 訪問了重複多年的張坤醫生 他指出在醫學教育方面 沒有互動性的限制 可以透過互動就解決 謝謝各位 現在反方煮變 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拍照 請問未來 相产naj 你不用擔任 探索 探索 佳楊 准备时间结束 请凡方主便回答 然后一分钟继续签 请凡方主便作答 請問聽得清楚嗎? 清楚 定 主席、評判、著著各位 首先想問有方 有方所提到說 醫生在診斷的時候 一些圖文交流上面是 欠缺即時性和互動性的 請問有方同學 為什麼在現實中 我和你面對面交流的時候 我和你講的是 欠缺即時性和互動性 再者在原語宙裏面診斷 其實大家是見不到自己的身體 只是一個虛擬身份 或者是一個虛擬角色 為什麼又能做到有方所提到的 一些診斷的部分呢? 再者 若然有方同學所 需要一個互動性和即時性的話 其實我們就算在家裡 兩個人分隔兩地 透過現有的遙距通訊技術 都能夠做到的時候 我方不明白為什麼有方同學所提到這些理主 必須要靠到原語宙才能夠做到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提問 請反方派一位台上便宜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日豐今天嘗試賭果為恩 指出原宇宙會推動到另外一些技術發展 那就要有助科技進步了 但今天我們看看2018年的諾貝爾 諾貝爾科技特掌主 他研發了石密希這個可以說是人類之福 但他的原因是想把一個青蛙 令到他可以在水上浮動 請問他令到青蛙在水上浮動 是不是一個人類之福呢? 同樣道理有分同學你所說的手腕打字 其實跟元宇宙根本無關係 請問有分同學 請有分同學針對著元宇宙沉社交網絡這個特點 解釋為什麼他可以促進到現實的科技進步了 多謝各位 正方主便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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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reminis移 予套 可能 billion Dust 准备时间结束,有请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丁 有方问我们为什么沉振式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好处 但是元宇宙不止是层振式的好处和特点 我方主便已经跟你说过,现在的元宇宙仍然在发展的阶段 我们需要不断研发新的技术 就像我们所说的手腕式输入法 这个活动是可以方便我们日常文书的工作 从而出进到我们现在 从而方便了那些肢体活动困难的人 可能对右方来说,这个手腕式输入法是对现实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对于肢体活动困难,或者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的第一副片发言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订阅评判长各位大家好 今天相方提出了几个审视,是否是获的标准 让我们做一审视 第一,法制问题 在網絡世界可能有關閣捕捉犯罪事件例如色情、騷擾等等 但不是的,網上世界全都不會是法外之地 美國一半的周分就將網絡欺凌納入了 和欺凌和騷擾有關的法例 而且有分有擔心在遊戲裡捉獲那些罪犯 但其實RodeGames最近推出了一個法庭系統 允許玩家在多人遊戲英雄貝物流裡面 審查針對其他玩家報告 對他們進行現實中的懲罰 還有就是中國內地都有相關的法例 內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 通通都可以監管到網上行為 也可以現實中進行處罰 他會在現實中進行 對未成年人進行研究的措施訓援解禁 並實施廢話管理 如果這些都不叫做可以抓到 這些可以抓到的都不存在這個漏洞 為什麼算是人類之禍呢 第二可能來說是資源問題 譬如我們說現在如果專注於VLR的研究 就會令其他藥物 例如折氧藥物的資源区乏 但現在LR都很普及的 其實現在很多資訊科技 資訊界都在用這種科技 但是他有沒有指出現在的計劃是否匯乏 我們不見得是這樣 因此存在這個教育類 我們說 其實剛剛台上的發問環節 他就跟他說 其他的資源 其他的科技都可以做得到宇宙技術 因此宇宙就是一個人類之禍 但是從來都不是這樣的 有其他科技可以做得到宇宙的理處的時候 一樣宇宙都是有他獨立的理處 這一點有關從來都沒有否認過 第三可不可以生活大陸建利 近年來因為疫情 多了公司試行居家工作 奈何他帶來反效果 資訊大學分成了亞洲大街公司的報告就指出 萬多年的員工實行居家工作之後 由於工作時間不夠清晰 工作總市場增加了30個巴士 生產力更加下降了20個巴士 辦公宇宙開門真實的辦公室情況 可以達到真實辦公的理處 另外NepleHealth的研究都指出 區議工作場所可以更加去努力 劃分家庭和生活 並且見到 宇宙可以在沒有得到實體工的情況下 更加貼近現實的辦公室環境 第四對資訊科技的發展是屬於屬幣 根據IT公務公司江南 除了7月26年全球30%的企業 將會擁有宇宙的產品和服務 可見宇宙市場已吸納到 很多科技公司加入 規模都越來越大 同時一個大問題 更加多的技術發展 例如2月21年 埃佛特為了打入宇宙市場 不自然發展進行機器裝置 國際市場調查機構IDC的資料都顯示 2021年全球AR和AR的產品總數 將於2020年增加92.1% 可見月就有了促進科技發展 正方第一副片發展時間為3分18秒 有過時可能評判 可能雙量要扣分 可能雙量要扣分 剛剛一開始就聽到一個1釘 然後第二次就是2釘 你會不會是可以的 因為30秒前有一釘 然後時間到2釘 然後胡粗時間15秒之後 再過多了3秒 我們在這邊接收 即是不太清晰 那個2釘的位置 不好意思,看看評判怎樣看 是 我是聽到的 還有其實 網賽難免會出現這些情況 如果同學覺得有需要上訴的時候 我們就維持你之後上訴好不好 現在暫時我個人就覺得 是應該要扣分的 因為其實你聽到第一釘 是剩下30秒的時候 你心裏應該有個譜 我覺得是的,你可以上訴 我們之後可以接受上訴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由反方第一釘 去發言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開始了 聽 主席評判著作為 聽完友方主辨的發言 不難發現今天友方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友方你今天所說的現實 那些利署 其實現實的技術已經做到了 但友方只不過繼續把它當成了原宇宙的利署 今天友方就嘗試舉出了 說可以教育 說可以教育到 可以幫助教育 但是其實現在都有那些VR和AR的技術的時候 為什麼又需要去建立這個 原宇宙呢 而且俄方主辨其實也解釋過 這個教育的利署根本不需要原宇宙都可以達到 現在VR和AR都做到的時候 那就請友方說回 究竟他有什麼利署是真的透過原宇宙的獨有技術 和特點去做到 而且他既然跟Zoom 或者網上上課的處理方法一樣的時候 壓外的利署又有多大呢 以及他又如何達到人類之福的程度呢 接著友方又嘗試 嘗試舉出了說可以打破受限 但是現在如果 以剛剛友方的例子為例 如果他是真的身體上受到殘疾 他現在用VR技術也可以做到網上上課 網上教學的這個目的 他也可以在網上做一個老師 那為什麼要建立一個 跟Zoom一樣功能 一樣利署的額外的元宇宙呢 到最後今天友方就嘗試說可以幫助促進維修 但是友方今天也說過 維修這個利署是由VR和AR的技術可以達到 也都好像我剛剛所說 他根本不屬於原宇宙的獨有利署的時候 又為什麼要建立呢 到最後友方就只剩下最後一個利署 就是令到現實進步 但當我台上問友方 這些手腕打戰的技術是現實的技術 而不是由原宇宙沉浸感 那這些特點他帶來的時候 為什麼算做人類之 為什麼算是元宇宙的利署的時候 友方都一直沒有回應過 那是不是友方你自己也承認 其實這些利署根本不是由這個元宇宙帶來 而是只不過由手腕打戰這個技術 現實這個技術所帶來的呢 今天友方的利署說不過去 就嘗試說 我方的弊處是有辦法可以解決到的 但是我方就舉出了美國的欺凌法案 但是這些美國的法案 也都只是受限於美國的地區 還有他正是可以 正是可以懲罰一些網絡欺凌 那殺人算不算是一個網絡欺凌呢 而當原宇宙沒有任何傷痕的時候 他又是否可以量刑呢 英國法案也都只受限於本地地方 那又怎樣可以管到 又怎樣可以管到那些 法案其他地方的人呢 去到最後其實今天友方都無法論證 怎樣可以解決到這個灌營的問題 現在受到疫情影響 不能外出 工作甚至日常生活都依賴網絡 例如網上上課和在家工作感 因此這對網絡的需求也因此上升 但當疫情過割 這個需求也會消失 而稀土這些資源也會變成缺乏 而原宇宙損害現實利益 阻礙科技發展 又怎樣可以實行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的發言時間為3分11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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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va的 Martinez可以 是嗎 各位大家好 今次有方同學完全承認各方利處 只是他覺得其他現有的科技可以 DU 所以元宇宙就不是人类之福 他具出什么例子呢 他跟我们说VR眼镜AR眼镜 但今天有光年元宇宙是什么都未弄清楚 主编已经说过元宇宙不是什么新事物 只不过是用现在现有的技术 再构造出来一个新的世界 而发展元宇宙的同时 这些科技都会继续进步 有光所说的维修 其他的利处 其实现在用VR眼镜 其实都是元宇宙的利处 第二有方跟我们说 我们没有就这个元宇宙沉识的特点 去论政变体是人类之福 我们因为跟你说沉识识体验 例如香港歌手张敬軒 在虚言社区 开了个元宇宙的演唱会 又例如台湾人气组合动力火车 在元宇宙开演唱会的时候 因为沉识识体验 他觉得现场的气氛 跟现实中开演唱会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这些令人类在娱乐方面 提高质量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人类之福 再者 其实以时装价为例 近年不少品牌 例如Gucci 都和虚言游戏 一个网站合作 消费者可以在元宇宙里 试着服饰再购买 再利用有方所说的沉识体验 比起常看产品的图片 元宇宙都令到消费者 好像穿着衣服 体验更加好 亦都令到这些品牌的销售压更加高 作者有方跟我们说 我方所说的打破现实的限制 其实现在网上教学 网上上课 都可以做到 我方主编所说的 那个瑜伽教师的例子 并不成 但是有没有听清楚 我方主编所说 他在现实中是四肢瘫 完全行动不了 他怎么利用我们现在 好像这个平台这样 网上售货呢 他不就是可以在元宇宙里面 透过他在元宇宙里面 建立一个虚拟的人物 再去售货 只是用他的意念 而不是真的要动入他的死肢的时候 这些品牌就是令他可以突破 现实中失去了活动能力的限制 从而令他重获新生 作者有方跟我们说 美国的法案仅限于美国 但其实不单是美国有法案 一方跟你说过 中国其实也有法案 可以限制元宇宙里面的投位 而英国也有网上方法案 可以限制这些投位 所以随着元宇宙的发展 其实现实中也会有不同的法案 可以限制元宇宙里面的行为的时候 有方问为什么呢 定不成了 再或者有方跟我们说 其实疫情过后元宇宙的离处 已经不再存在 但是不是疫情过后 不然现实中无法行动的人 就突然间可以行动呢 是不是疫情过后 不然现实中的限制 就突然间可以解决呢 不是咯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疫情过后元宇宙 多谢各位 另方第二副变的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那现在轮到反方第二副变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向镜头示意 什么好 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你都依赴威之 不妨用我们发展元宇宙的牺牲 是否值得 你看看今天的福 首先 先看有方和你所说的人类之福 多谢有方和你所说的人类之福 多谢有方和你所说的人类之福 其实元宇宙只是一个现有技术的整合体 即是有方和你所说的一些利处 例如4D癱瘫的人可以上课 娱乐、社交通通由VR技术所带来 而不是元宇宙这个整合体所带来的 再者 所以我方一副所说 现在VR、AR都做到 那为什么这个整合体 有什么额外的利处 有什么独特的利处带来的呢? 有方和我没有再解释到 第二就是有方和你所说的促进科技 但是我方台上发问 已经问了有方和我 你所说的这些科技 全部是倒果为因 并不是元宇宙促令到它出现 那就代表这个利处是元宇宙这个利处 你有没有针对到社交网络来做论证呢? 有没有 而且你所说的利处只是手腕打至一个 并不是完全由元宇宙所带来 而其他推动的科技发展 例如VR、AR等等的技术 它是不是因为元宇宙才出现? 它不是 那为什么有方和我 你可以将这两个技术 归咎于元宇宙它的利处 说它可以出尽到科技呢? 那为什么AR、VR 它就是我们人类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呢? 有方和我都没有解释过 那我们就来看看有方和我对于我们所说的人类之和的质疑 有方和我尝试以未来这些法例可能会完善到 这些法案可以规管到 你论证我方的弊处不成 但是有方和我没有解释到 现在我方所说的元宇宙是一个全球化的物体 那为什么有方和你觉得一个国家的法例 它就可以保护到他们那里的人物 它可以如何捉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呢? 再者有方和你所说的游戏自己的法庭 又如何捉到一些现实中的罪犯呢? 再者我们来看看元宇宙里面如何量刑 我们知道虚拟和现实不一样 所以它判定的罪判定都不一样 以虚拟世界拉达摩的邦加尔案为例 有个罪犯对其他用户作出了性和暴力行为 两个行为在物理上是没有直接伤害他人的 它很难用现实的藉口有多大 你行两个罪犯有没有罪或者量刑有多少 但由于元宇宙是沉浸到非常高 受害者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创伤 甚至有创伤后遗症的征兆 到最后 难道由方可以用受害者的心理阴影面 行量罪犯的罪行吗? 其实今天由方和我说不到法例如何报章 甚至在虚拟和物理上没有界限的时候 根本说不到它的闭处有多小 最后我们比较一下福 这个牺牲是否值得呢? 元宇宙是新平教走 由方只是以为这个鸡纳班的技术 是科技发展的大方向 事实上我们疫情现在可以做到面对面 你要帮很多的理署在现实做到 但是有方和你要发展元宇宙 每人一套装备别不可小 好像我方前场所讲的资源 现实可以抗硬 可以制造医疗器材 可以提供网络效率 而当人类走上一个错误的方向 在消耗大量的资源的时候 最后就是资源错配 折外现实的科技发展 谢谢各位 反方第二副辩计的发言时间 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会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麦 CMIC CMIC 想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所有各位 元宇宙帮助肢体残障的人 重新抹荡 打破限制 重落伸出 有方全部都承认 不过它说见有技术 例如VR、AR已经做得到 但VR、AR只是一个技术 你用VR、AR只不过是令你看到虚拟或抗争的实景 不会带来人与人的活动 要令他们打破肢体限制从学身身和其他人接触 就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个网络 因此我们不能只用VR、AR技术 而是需要透过元宇宙集合这些技术 令用户得以互动 但有关有担心发展元宇宙的过程会用很多资源 例如现实世界的汽车生产需要的稀土 元宇宙都发展了整件十年 用了多少稀土令我们准消了多少车 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和和害 是否足以构成人类之禍呢? 多谢各位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功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原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定 主席评判在座位 对于我方所说的一些资源的问题 有方和我很尝试用一些简单的论证去带过的 但今天我方所说的是什么呢? 在一个资源的发展的倾程 就是当我们将一些资源发展在元宇宙的时候 现实的资源必定会更加少 而且今天所说的元宇宙还未发展成型 都已经要用到这么多的稀土去发展VR和AR眼镜 到了未来,我们要发展一个这么大的社交网络 我们要人手一部机器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用到多少资源呢? 而这些资源本身可以在现实做到的功能 就会因此因为有方同学理这些这么鸡纳般的整合技术 而消耗了 而且今天有方同学 我们看看Meta 他今天一个未成型的完整的元宇宙 已经需要70亿千画的耗电量 而我们假设他在未来人手一部的时候 至少都要20倍的耗电量 才可以处理到用家的数据 请问有方同学,这些耗电量难道不是在破坏环境吗? 谢谢各位 那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麦 请问听不听到吗? 可以大声点,可能会更清楚 请问听不听到吗? OK的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那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定 还在各位,有方所谓的人类之福 只是建基于元宇宙等同于VR、AR等技术 但回顾历史,有方主片都懂得说 元宇宙的概念是源于1992年 摄奔这一个科幻作品 而VR虚拟实境和抗争实境球大式电视系统 最近在1998年 已经由EVA、苏泽南和博山波成功创造 所以AR、VR技术与元宇宙 究竟元宇宙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凡请有方解释清楚 究竟元宇宙单单作为一个虚拟社区 将现有技术整合起来的做法 如何达到人类之福的程度呢?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不好意思,主席 因为刚刚有方同学发言的时候 身内有很多责任 所以我们不太听得清楚 他讲什么 我想问双方或者评判 是想他重复一次的问题 还是继续比赛? 我是听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是不是对方同学权利? 不如 或者主席你认为 我知道主席你听得清楚 听不清楚呢? 其实我也听得清楚 其实应该 听不清楚这个问题 应该不存在在现在讨论 因为应该一开始 试咪的时候 无论是 真的试咪 还是试大家播出的声音 其实都应该刚刚事晨 应该现在才来讨论 好吗? 多谢 不好意思 现在的准备时间已经结束 不如 正方 都照派出一位辩元 去作答 正方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 是 是不是可以 叮 ARVR为了为宇宙才出现 因此它就变成一个利率 但其实今年微软和高通科技公司 为了宇宙而研发ARVR眼镜 专用的芯片 不单只为宇宙又会带来更加高多数的体验 而令AR眼镜变得更加轻巧 变定在现实生活中里面 仪器的维修 网上扣 这些需要VR、AR眼镜的活动 总为宇宙是能够 现实生活和Tree世界 学得到有得益的利率 为什么不是人类之福呢? ARVR也是因为 建议于宇宙才发展得平时上昌 各位 那现在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员 发问 请辩员开启镜头并试咪 试咪试咪 听得清楚的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 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立场 有方双重标准 一方面说到元宇宙和ARVR一样 但我方所说的利率 就是归因于AR和VR 一方面说元宇宙可以杀人非礼 按照你的逻辑 这些弊主是否都是AR和VR带来 而不是元宇宙的呢? 有方说元宇宙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监管的 所以对人类而言是禍 但正如有方和我方台上所说 美国和中国都开始研究元宇宙的法律 所以元宇宙不是监管不了 只是现时未有法律监管 如果有法律监管就等于不应该发展 那么当初网络世界出现 都没有法律监管网上的责骗案和性骚扰 是否当初都不应该发展网络世界呢? 发展网络世界是否人类之和呢? 是否所有新的技术都是人类之和呢? 谢谢各位 眼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元宇宙是否付责人 将在学生的感觉 进一个主题 是 跟你 吴 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开始了 订阅 评判 著著各位 首先多谢有科同的提问 回应有科同学你所说的法制问题 但其实今天有 今天原语就是因为 它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社交网络 令到个人都可以有互动的时候 正正会激发了一些人 可能有机会去犯罪 而且有方其实都没有回应过量刑 还有没有同一法案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处罚那些跨国犯案的人 有方一直都没有回应过 就请有方把握着 待会台上发问的时间去回应 还有关于网络 是不是不应该发展的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网络 它只限于交流 而且它是可以搜证的 因为会留下记录 还有它是每一个国家的 定义 是可以留下记录的时候 又为什么可以执不了法呢 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麦 试麦试麦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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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清楚 清楚的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定 有方今天认为有关网络的法例 或者未来的法例 都可以保障到用户 但其实是因为有方不明白 一般网络和元宇宙的分别 正如区块链技术公司 Glumplit的首席法务 Boom & Sprit指出 元宇宙的法则是不会和现实世界相等 例如在元宇宙内 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精神伤害的杀人行为 在现实不会被视为谋杀 尽多算是财产損失 据他的刑罚更加无法量化 才说是元宇宙要如何合理 两型保障用户呢? 谢谢各位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前顶 会计时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辯譽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向鏡頭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有方問元宇宙如何合理為那群罪犯量刑 如何合理量刑就是按照現實的法律 有方跟我們說現實的法律規管不了元宇宙 但為何英國的網絡安全法案內地的未成年保護法 未成年網絡保護條例都可以規管到呢? 難道突然間就找不到 但我方一副都說過,其實元宇宙宙都可以抓到罪犯的時候 為何由規管不到呢? 再者有方跟我們說互聯網和元宇宙不同 因為互聯網留到紀錄,而且可以抓到一個人 但為何同樣都是網上成堂,同樣都是元宇宙 因為元宇宙突然間留不到紀錄呢? 有方完全沒有論證,謝謝各位 台下發問的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有1分鐘準備,開始計時 情節結束 開始 電視線 雙方結束 情節結束 電視線 雙方結束 與何手提拖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由反方结辨总结 利用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中粹 自己坐的 准备好 应该 主持评 viu 介习各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1套著名电影 《楚门的世界》 故事主角《楚门生活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有家人 有爱人 生活一直有十分美滿 而今天遍題所說的元宇宙 是否有和闖門的世界裏面的虛擬世界一樣那麼美好呢? 現在就讓我來總結今天最主要的幾個戰場 第一法制問題 元宇宙中的法律制定 罪案判定都存在難以解決的漏洞 根本無法保障用戶 但有方就推卸了倫正責任 期望未來只要元宇宙夠完善 這些法律都會完善到的 有方就指中國已經有相關的立法 可見其實有方已經承認了 現在是會有案件的發生的 當有方再追問 關於謀殺的例子可以怎樣去判的時候 有方就說跟現實一樣就可以 其實是十分之荒謬的 可見虛擬殺人這一點有方是沒有正面 沒有說不過去的 可見其實有方都不是很能夠保證到 立法準則是怎樣和如何立法的時候 根本就無法保障元宇宙 就好像草莫的世界那麼美好有足夠的法律保障 第二 有方全場就跟有方說不同的元宇宙的利率 就例如是娛樂、社交等等的 但有方問到現在有的VR和AR技術都已經能夠達到有方利率的時候 有方亦都交代不了額外的利處有多大 有方亦都嘗試舉出醫學診斷和四肢殘疾的例子 但是其實元宇宙是怎樣可以達到呢 有方是沒有提到的 當中的誓席是沒有提到的 其實現實 即使是現實去診斷的時候 都需要用很多儀器才可以監測到 那為什麼在元宇宙裡面對著一個虛擬的發生 就可以好像現實那麼準確呢 有方亦都沒有提到的 而且有方亦都指殘疾人士沒有辦法活動四肢 其實他們又是怎樣在元宇宙裡面操控角色呢 是不是用老電波呢 如果是用老電波的話 請有方在結辯的時間解釋一下 到底需要用多少資源來開發 而這個元宇宙的整合體 在商家的宣傳之下被推開為人類的科技未來 但代價就是我方所說的資源錯配 其實這些資源呢 是可以令我們身處的世界更加美好 完善現實的醫療科技 通訊科技交通網絡等等真正造福人類 例如石墨稀可以令到日常通常變得這麼快 稀土可以令天災沒那麼容易摧毀房屋 藥物可以不用流離失所 甚至越可以令癌症病人 不用承受極大的痛苦 但現在這些資源就通通要給一個虛擬世界先行 令人類沉溺於虛擬世界投放更多資源 甚至不斷地課大社交網絡 無數資源就此初配 有分也有同學方說 元宇宙開速進科技發展 但其實我方前場已經提過 元宇宙的科技並無獨得性 透過現有的科技已經可以做到 元宇宙只不過是一張 元宇宙的科技集結在一起的一個新的產品 但其實元宇宙只是換湯不換藥 可見其實它根本沒有了科技發展 再說各位元宇宙世界看似美滿 知道真相之後只會迎來殘酷的破碎 而元宇宙都是一樣 當廠門知道美滿是假 即使門外的現實全部都是未知 它依然選擇勇敢地走出去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並不是一直存在在虛擬世界逃避現實 而應該是走向那裡名為天空的大門 面對現實認真發展物理世界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鐘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最後由正方的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準備好 準備好 各位大家好 在科技日新月二的時代 我們面對科技應該很有開放的態度 其實新技術一開始發展難免會有不足 好像1902年開始發展的電話 會有嚴重的雜音和全線等問題 但英國不斷地研發 現在打電話通話流暢 還連發出了視像電話 成果以詞 你我都必定會用到的科技 來到結辯環節 用三條問題歸納說唱 一元宇宙能否突破限制 有方今天承認了元宇宙可以突破肢體 和各項各頁的限制 有方今天不斷質疑 AR和VR都可以做到俄方的利署 但元宇宙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平台 所以AR和VR都是元宇 帶出來的利署 都是元宇宙的利署 接受元宇宙技術治療的退休護理人員 理查德一生都生活在浮高症之中 需要避免暴落在高處 但自從接受了VR治療之後 他可以在當地的購物中心自由走動 亦不會感到焦慮 可見元宇宙是可以打破 打破各項各頁和姿態上的限制 是人類之福 二元宇宙能否出進現今科技進步 老科技因為元宇宙才開始發展 這個路基接口技術 透過將雙手帶上兩個被環狀的設備 被環引擎、手指、手指的移動 對應虛而結盤 從而實現隔空打致 可見有些技術是因為公司想發展元宇宙 所以元宇宙能夠促進現今科技進步 是人類之福 三元宇宙會否造成資源初配 有方金融就說地球資源有限 不如用多些資源去發展其他的科技 但VR、AR發展了這麼多年都不見到資源缺乏在哪裏 是否發展了元宇宙之後 那些癌症藥物就會完全消失了呢? 美國明里蘇達大學的Bean Heer 正在發研發元宇宙技術 令普通人在沒有植入大腦電極的情況下 只憑著意念在複雜的三圍空間裏面實現物體控制 包括操縱機器被抓取 防止物體控制飛行器飛行 當然又結成了有望 希望幫到上百萬的殘疾人士和神經性疾病患者 可見宇宙的科技是可以改善病患的生活 是可以改善病患生活的重要技術 所以宇宙是有其的需要性 並不是有方所說的那麼無關重要 現時殘疾人士可以透過Basebook的Oculus Queens 在虛擬世界發展業次人生 雅的人可以開口,行動不變的人可以再生肢體靈活運動 在虛擬躍活和遊戲入面手到拿來 有方今天質疑我方 宇宙做到8%的現實生活溝通效果 站在有方同學角度 就算沒有宇宙,社會都只是停滯不遲 不會對有方同學造成什麼的影響 但對雅和殘疾人士來說 宇宙是可以改善他們的不幸 可見宇宙為人類大量之福 並不是有方同學眼中那麼渺小 眾觀全場 有方同學面對新科技的態度狹窄 一有不足就是人類之禍 但正正是因為有原始的地方 宇宙才要繼續發展 如果從事的人面對新科技 都好像有方同學那樣日美批評 故步是封 所有科技技術都不會有所進步 包括現在你我總有一部的電話 用的視像會議 其實都不會出現挖去這種態度 才是人類之禍 多謝各位 正方傑變的發言時間為3分55秒 沒有過時 沒有需扣分 現在比賽告一段了 我會跟評判和雙方的 我跟評判會稍作聯絡去處理分子的問題 評判填可分子之後 我就會邀請評判去給予評語 所以請雙方留起原委等候 謝謝 主席我先說好嗎 因為我趕著走 看到我連衣服都會放在他們準備的時候 因為我馬上就要飛奔出去 剛才我記得是睡衣 同學們 我快點說 我用兩分鐘時間說 這條題目我覺得有三個字眼 同學是需要處理的 有幾個情況需要處理的 第一這條題目是叫做 不是事理事弊 所以如果你將它變成你大於弊 還是弊大於你 我覺得程度上同學是未去到的 第二這條題目不是說元宇宙好不好 是說發展元宇宙好不好 即它不是現在的一個時刻 雖然我們不需要科幻到500年之後的元宇宙 但是發展的方向好不好 方向 同學討論的地方比較少 第三 你們很多時候是著墨於元宇宙的功能 而不是元宇宙的貢獻 你只是告訴我元宇宙做到什麼 它功能上幫我們做到什麼 但是這個功能上做到的東西 為什麼是一個貢獻呢 因為所有新科技的出現 都是為了要做到一些東西 但是做到那些東西的結果 是不是一個貢獻呢 例如我們有炸藥 它的功能就幫我們炸開一些東西 但是這樣對我們人類文明 為什麼是一個貢獻 去到一個地步 我們叫他們做中國四大發明呢 我覺得那個貢獻的位置 就是去到最後是復和的位置 是去得不好的 但是撇除這三點 我的評分的標準是這樣 我不介意你們說不說到我心目中 覺得你們要說的話 因為現在不是我和你們辯論 但是我會看著 究竟雙方同學對於對方同學的論點 究竟他回應到多少 究竟到最後勝負的一方 就是分別在於贏那邊 相對來說比較能夠捉到對方的一些問題 而對方是比較難以回應的 但是我今場其實是覺得 雙方就著自己贏到的點 都沒有推進他 最後我那個分差是十分十分之少 是個位數來的 所以多少反應雙方都沒有把握好自己的優勢 把自己可以聞到的地方聞盡 令到那個賽果是這麼接近 當賽果太接近的時候 未必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 任何分數都有不差 所以同學下次可能要謀求 在那個課題上面做到一個更大的優勢 令到你們在現場表現的時候 拿那個位置 拿個贏位的可以拿得準一點 這是我的意見 同學不好意思 我要先走了 主席我的分子都在這裡 有問題你就找我 或者找可sir找我 順利 大家 拜拜 謝謝 我們現在不如有請陳慶澤先生為我們講評 謝謝 好 我先講評語 我分子會再修訂 所以我講完評語之後 再修訂我的分子 好 先感謝賽果邀請我來做這場比賽的評判 雙方都展現了一場大家對於元宇宙的理解之下的討論 我很認同剛剛我的評判所說 其實雙方今天都沒有扣體 在我的角度來說 所以其實在正主的分子 甚至是立論的分子 其實我都比得相對上來說 沒有其他比賽那麼高的 其實我個人很體重 就是你們整條主線到底扣不扣這條辯牌 在後面的論和辯 是為了主線討論的 如果你們連主線都扣不扣的時候 後面的分數就更加不需要去再作些什麼 覺得很高的期望之類的東西 先講一下 這條辯題是講的是 是福是和發展這個因素 所以雙方討論 其實無論正方也好 反方也好也有講相關元宇宙的技術 是怎樣去對於這個世界帶來好處或壞處 所以正方說 今天可以打破時空限制 一些殘疾人士 甚至是結束人員 都可以透過VR、AR去做到一些建議 會有守管輸入法 反方就說今天做這些事情 會之前做AR、VR、浪費很多女兒和戲套 我覺得合理和合理的 問題是 大家都說不到 就是他去到福或禍的程度 尤其是 今天反主一開幫問的問題 問得很好的就是 正方你今天問完說了這麼多 那你幫到多少人呢? 你幫到整個人類整體 幫到多少呢? 其實這個問題 對於我自己理解就是 為什麼今天正方說的話 就會是一種受惠或人類之福呢? 問題是這只是我自己想 所以不會計算入反方的分數 不過反主的第一條問題 的確令我流落這個疑問就是 今天正主說這麼多人受惠 幫到 這樣問題是他是不是人類整體之福呢? 那我就帶著這個問題繼續去聽 下面正反雙方他們的討論 然後 去到下面 我一直期待正反雙方都會 正方依然圍繞著醫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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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帶出了今天全場反方 一直持續的武器 就是 反主已經說了的武器 就是 元宇宙只是整合 現在AR、CR、遙距都可以做到 所謂正方帶出的利處 好 去到這個位置我就繼續留疑問 正方所說的利處 到底對於整體來說 幫到多少呢? 我又保持著這個疑問 正方在這個環節還未解答到我 反方又成功 帶了另一個疑問給我 正方的疑問就是 到底 是不是真的到那個原因呢? AR和VR和遙距通訊 它是作為元宇宙發展的 或元宇宙這個概念的其中一種 應用體系 或者是因為這三種技術出現 所以令到元宇宙可以更加 確立了元宇宙的形式 那樣 AR、VR 甚至是 甚至其他 今天這場比賽 沒有提及過的 元宇宙的 區域鏈發展 或者數字網絡 或者5G、6G的技術 那這些 幫到人 那算不算元宇宙幫到人呢? 第二個問題 就是一直在我的腦裡 一直去聽雙方的辯論 然後一直帶這個問題 下來後場 即是一負二負 然後 剛剛那兩條問題 去到一二負 其實都是沒有解答我的 就是 第一 第一 到底今天正反雙方說的是福是禍的問題 就是今天正反雙方說的利同幣 到底它的規模 是不是真的可以帶到人類 整個物種的整體而言的福禍呢? 好像一直都沒有解答到我這個問題 第二 到底這些支撐元宇宙這個概念成立的技術 他們帶來的利處 算不算是元宇宙的利處呢? 一二負都是沒有解答到我這個問題 我們仔細看看一二負做了什麼 我看到 今天一負就回應 反方對於法制的質疑 就說 現在其實網絡都有監管的 有Cyberbullying的法案 有中國人未成年無護法等等 然後又說 約物不缺乏等等 然後就說了很多針對反主的論點 他會回應 但是反一 不是還沒說問題 反一 今天就繼續拿著這個武器 就是說到底 為什麼AR、VR的利處 會是元宇宙的利處呢? 一直就拿著這個去說 然後就說 那法制的問題也是一直在說 去到反一 應該說去到正一反一 正二反二的感覺都是 雙方都不太聽對面說明 尤其是我覺得 反方出現這個問題的程度會大一點 就是 反方好像不太願意去聽 正方今天對於法制上的解釋 雖然正方的解釋 對於我來說 它不夠緊密 即是邏輯性來說 或者是推論程度來說 不夠緊密 但是它也是一種回應 但是對於我來說 反方好像沒有聽過 今天正方的回應 或者是聽了一些 但是選擇性的去不理 很正常 我為什麼這樣覺得呢? 譬如說 今天正方一副說了 有西巴布林法案 或有未成年保護法 當然是反方可以繼續問 為什麼不用地域 其他地域呢? 那殺人怎樣管呢? 問題是 今天反方 既然可以說到有網絡監管的時候 他都只是舉了中國 美國等等的例子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 其實不代表其他國家做不到 這樣的時候 反方去問其他國家怎樣做 的時候 我自己的觀感就是 好像反方 嘗試拿例子去打論點 而不是論點和論點之間的碰撞 我這個位置不至於扣分 只不過是日第三個移民出現了 接著 就是要聽異父 那今場異父的表現是 相對來說好一些 雙方異父都有去 深向對 對方一直以來攻擊 雙方主線的最有力的位置去 也都舉了很多例子 例如正方的P disponer大腔 或者是協助殘障人士的例子 然後反方說的創傷害為證 或者是藥、車、那些自然錯配的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去到雙方而負 然後去到我最大對這場比賽的疑惑 就是在於台下發問的環節 就是我不知道是這場比賽的討論太過於受限 還是怎樣 我發覺大家在當地重複又重複 這是由反主開始一直重複的討論 就是反方到底會一直問 資源被消耗了 但是資源會一直被消耗 就覺得圓圓就發誓不應該 反方就一直拿著兩件事 就是支撐圓宇宙技術的利處不是圓宇宙的利處 所以圓宇宙沒有獨特性 再加上發展圓宇宙會有資源錯配的問題 就是去論證 不應該去做圓宇宙 或者是圓宇宙是禍 就一直拿著這兩件事說 問題是這兩件事在我腦裡都是一個疑問 就是第一個疑問 為什麼不是圓宇宙的利處呢 第二個疑問就是資源錯配 那錯配了多少呢 今天台下發問 應該說資源錯配了多少這個問題 是我台下發問才開始很強烈的疑問 就是今天台下發問 反方可以走出來跟我說 資源必定會消耗 而且資源都已經消耗了這麼多 那我就很期待你說的這麼多是多少 那你自己也懂得說 你後面自己也懂得說 已經發展了20年了 那資源消耗了多少呢 那其實整場我都沒有聽過反方去說 整場我都沒有聽過反方去說 那消耗了多少資源 到底做不到多少輛車 和做不到多少抗癌藥 那我記得這條問題 政府是有問的 就是正方的第一條台下 那問題是針對著這條台下 其實都是我聽完之後覺得 是喔 反方整場沒有說過 消耗了多少 那我就很期待反方回答 結果是 又是重複之前說過的所有事情 所以在 技術來處算不算是原來的 反方一直重複的說法 就會令到我在這個檢查上面 就不會再給任何分數下去 或者在後面再說的時候 這個分數就不會貴於那個辯論太多 因為已經是重複又重複的 論述的時候 你又不深化又不推進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點浪費了辯論的時間 與其是重複不如深化 然後 所以 整場比賽 我就帶著三條問題 到結辯了 第一條問題 就是 支撐元宇宙技術的好處 算不算元宇宙的好處 然後就是 到底 對不起 這邊答案了 到底元宇宙所消耗了多少資源 令到現在現實科技的發展受到阻礙 還有第三件事就是 第三件事就是 第三件事是 不要緊 總之是帶這三條問題下去 一直去聽結辯 但是 她的結辯 一開波我聽到 反傑用坐沒益世界做框 我就想 會怎樣說 我比較期待 但是 我聽聽一下 就覺得好像有點奇怪 就是 今天反傑 對於我來說 就是正正今天 反方四個變位的熟影 就是 今天她說了很多 政方發生的問題 例如說 政方去推未來 反方覺得不行 政方覺得 現在有 法案 反方就覺得 有法案 就等於現在有案件發生 就論證了 你方的第一個論點 第三件事就是 如果 如果 一些犯罪 要好像 現實 這樣判的話 今天 用反方劫言 她自己說的 自然所說的所有 那我就覺得 今天 她們今天 對於我來說 就是 她們好像 一個 反對新科技 推進的 一班激進分子 對於 我的網絡有點差 我還有一次 就是 今天反方好像 看到 原語就整合了 VLAR技術 推出這個新概念 但是 她就覺得 這個新概念 好像沒有什麼獨特性 再加上 它好像令到現在的發展 現在的科技 沒有辦法去做到更新一步 所以就不讓她做了 問題是 正方所說 新技術推出來 都一定會有不足 為什麼不可以讓她慢慢發展 推時間 推未來 反而一開出來 推未來 不行 所以 在我心裡 反科技的形象 就是 不讓新科技推進的 一種激進分子 再加上 在她們的世界中 科技 只是有分 現有科技 要不就是 現有科技一直做 要不就是 推動新科技 例如 原語就 不存在兩邊一起走的 科技 並發推進的一件事情 所以去到聽完反結之後 我對反科技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又聽證結 很可惜的是 正結到現在 都沒有 或者正反雙方 其實到達結辯 都是無論正到 到底復和的 這個問題 其實都很可惜的 然後 接著 另外 正結聽完之後 其實 都很可惜 其實是 他沒有捉到 反方 今天一直大打正方的 那種 元宇宙 技術 不是 支撐元宇宙概念的那種好處 不等於 元宇宙好處的 這個 表達的問題 在於哪裡 那麼 有嘗試捉的 但是 捉得不實 或者不夠 在我裡面 只是一個 在我的 聽下去 只是說 不是 元宇宙發展的 技術 發展元宇宙技術的 好處就是元宇宙的好處 這就是 正方 對著這句 比較反駁的印象 實際是一個很淺薄的 反駁 所以 所以到最後 說到雙方的整體表現 其實對於我來說 第一 我覺得 立論其實都沒有扣 因為是變態的發展 到底 就是對於元宇宙 今天雙方帶出來的 好處和壞處都好 或者應否都好 其實都沒有扣 整個人類整體發展 或者人類整體意見 那種 這種物種的 繼續傳活下去 或者所謂的 可持續發展下去的 好和不好 都沒有去推到這種深度 第二 就是 雙方比較像 在打應不應然性 就是應不應該發展 元宇宙這種 新技術的發展 這個自由期 是 去到一二負 甚至劫面 是尤其重的 就當了應然性 這樣打 好了 所以這兩件事 就是令到 在我的比分之下 雙方的比分 其實都不會太 好像其他比賽那麼高 但是 你們最後 我想再 就著剛剛點出來的問題 就是 支撐元宇宙這個 概念的技術 例如AR、VR 遙距通訊 他們做到的好處 算不算是元宇宙的好處呢? 我自己針對這件事情 在聽完雙方的討論之後 我有一點點看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可能就著雙方的解劃也好 我覺得 算的 因為你類比一個社會 就是 交通燈 警察 法制 社工 學校等等的事情 都是建構一個社區 你不可以說 學校帶來的好處 不可以 放在 衡量這個社會 好不好 或者應不應該 發展的 思考裡面 我們去衡量 例如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 國情的發展 我們不可以不探討 他們的教育水平 生產水平 你不可以說 今天美國的 民主自由的概念很好 那你就將它歸納於 美國的思想很好 但是不歸納於 美國這個國家很好 你不可以這樣 將兩個概念 硬分開 即是你不可以 將一個整體裡面 支撐這個整體發展的事情 和一個整體 分開做兩塊 來討論這兩塊事情 分開來討論 不可以 因為你沒有 A 你沒有A 你就不會有B 因為A 是建構B 那種核心的技術 放下來 今天原語就在這邊看 AR、VR 通常是數字 數字域 或者區域鏈 這些所謂的技術 其實都是支撐原語就發展出來的 一種概念的技術的時候 你不可以分開來說 這種技術有用 這種技術有利 但是不等於原語就沒有利 再加上今天 其實正方也有提到 原語就作為 今天反方所說的 沉淨式體驗平台的時候 其實他做到的事情 就是運用今天這堆技術 如何實踐和運用 不可以說這些技術 支撐原語就技術的東西有利 不等於原語就可以運用這堆技術 所以令到有利 你在說什麼 所以 去到最後 真是最後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 這條變題 我相信大家都思考了很多 對於這條變題 但是我覺得 始終雙方對於原語就概念 這件事情 的認知 沒有那麼足夠 還有對於 變題的把握都不足夠 甚至是再去到後面的 論點的心法和推進 或者是反駁的跟進和心法 都欠缺一定的功力 所以我覺得 雙方可以就著這三點 去繼續去嘗試一下 繼續努力 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謝謝 現在我們再有請 嘗試一下 請 嘗試一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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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家今天都欠缺了一个,就像刚刚所说的,欠缺推进,欠缺威纳 其实政方强的位置,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是认为,究竟应不应该发展,究竟应该向着这个方向或者目标去做一个发展 其实这个好像台下的位置有提及过,而我觉得是强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可能前场就没有说这些,所以令到整个重点错了 其实反方有不断提问,究竟VR和AR的理处可否归功于一个元宇宙 正方是选择了认同了反方分局,VR和元宇宙 你们的说法是在一副的时候已经直接说,多谢对面承认了这个理处这样的说法 但是其实你是没有判断清楚,元宇宙除了有VR和AR的特点之外 更加是担任一个平台的角色,整合了这么多优点 就是这个说法是去到台下先提及的,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重要的 因为作为一个平台,归纳了这么多东西的优点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一个独特的理处,而不是认同对方所说 其实都没有独特理处,两个差不多,不过多谢你善认我们理处 就是一个平台整合了这么多优点,这个说法会对你们比较有利 但很可惜这个说法就比较辞出,所以就着这个真论点 我觉得是可惜的,反方就好像有点优势 但其实先看清楚,反方也是需要论证,是和,不只是论证,不是福就足够 所以反方其实也有点没有尽到他自己应该有的论证责任 就是你没有很深化自己的论点,譬如你说到资源的问题 说到一个可能犯罪等等的问题,其实说得不是很足够的 所以就缺乏了很多的推进,可能主片提及过的问题 或者提及过的论点,可能一以赴说的内容都比较少的时候 我就不太听得出究竟是有多大的弊处 所以我觉得反方最强的位置,不是我觉得反方最强的位置 我觉得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回应你们的位置 就是可能对于强奸,或者是一些网络的犯罪 究竟判刑的标准是怎样呢? 因为你们是说无法衡量的,网络遭受的暴力,欺凌等等 但我觉得如果对面真的回应不到,而你们都知道这个位置是你们的强 其实你们应该是作更多的规围 就是可能我说对方都回应不到,但对方回应不到之后的后一步是什么? 你们就缺乏了,就是对方都知道在网络里面我们的犯罪 可能我们是谁的犯罪是找到的 但究竟犯罪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有多深 这个大家都无法衡量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不应该发展因为什么 那就是缺乏了这一步 导致大家的推进 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只是提出了问题 就是只是轻轻打过 但是被我感受不到后面究竟是是和还是是福的判断 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觉得缺乏了一些资料、例子等等 对于元宇宙这个题目 我觉得大家都未必是很厉害 所以其实我是很依靠大家给我的一些实例 去令我感受到背后究竟是想说些什么 例如你们所说 譬如正方所说的 财疾人士 可以用这个技术去得益 反方所说的 可能遭受一些网络的欺凌 或者是一些暴力的行为 那我是很需要这些例子 令我去明白 究竟完全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在例子方面 雙方都是少少缺乏的 令到我觉得很多都是口水之争 很多都是便技之间的切磋 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看得出 是有经验的辩论员 我就不是很想听到大家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说法 有很多的资料 有很多的逻辑 去挑战对方 那这个才是令到我可以 有倾向哪一边的看法 所以到现在 就是大家打完这场比赛 那我的感觉就是 双方差不多 因为没有特别一方可以说服到 我用资料上 逻辑上 推论点上 没有特别一方是令到我 有更加偏向的观感 所以我相信大家 今场的分叉也是很少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进步一下 那就是这样 谢谢三位评判 那现在会等评判填好分子 然后我就会传回赛果给你们 确认 然后我就会宣布赛果 谢谢 再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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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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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